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不得了了 小谷最近又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据说一件衣服两个人穿 这大东西呢 难道你一半他一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香香又有了新衣服 顺便还带了一个孪生姐妹 这次皮肤也是非常的标新利益 把反滚改成跳跃 这以后要遇到的人 可以直接从头上跨过去了 但也不用反滚了 尤其这个二景呢 我这个宝太帅了吧 我感觉我要用上这个皮肤啊 国服香香指日可待 最近可能是因为这个香香皮肤啊 过于好看了吧 导致我的国服串香啊 不能一展身手 他老是遇到各种弊谱的香香 就比如说这一把啊 暴躁香香 这个衣服啊 本身是比较失装美的 所以发育周期啊还是比较残的 前期为所发育 后期才能动拳突击 一看这个摄像香啊 都半管许了 还要去A人家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战争狂人吗 这么暴躁 看吧 这不是给打野机会送你回家吗 哎 这不啊 送过好备用 还一人在死亡边缘 疯狂试探战 我这一波啊 来配合射手 兵线可以直接拿捏了 上去一走空 然后接一下普通伤害 这个时候他还想跑啊 不可能的 我扛脸下台啊 射手补下伤害 就可以直接带死了 哇 但是你看这个摄像在干嘛 直接跑了 不出力啊 不直接把物给卖了 什么情况 最离谱的目归 这个野区大哥 开局 想想还是稳健鲨鱼 我以为这吧 终于是遇到了个阵性的啊 我那拳子的一颗性啊 是终于放下了 因为这吧 我玩的打野啊 所以边路要是炸的特别快的话 我野区也很难玩 我要想再等一下给专家 让个buff啊 结果是我想多了 等我从泉水出来 我家野区空了半片 然后回头一看 专家直接buff的满 这才几个分钟 就开始抓我的野区了 我估计是大哥 怕我太累了 总之专家这个英雄啊 只要我装备凑满 后期一枪影响 配皮啊 是非常容易的 随后期射手 半点爆发的天花板了 那各位兄弟们 你们遇到的香香 又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和我一样烦恼的呀 可是 不管遇到的香香 怎么不配赢 也不能阻止我耗羊毛 毕竟啊 这可是时隔两年才上的活动 上一次活动 还是19年送的江子牙 炙热圆住屎的时候 两年一次 这还不赶紧做任务 就这特工占颖啊 就换定了呀 兄弟们 而且啊 免费的皮肤不香吧 我感觉比香香还有效能那种 要是还没换到 也不要着急 活动呢呀 持续到11月30日 兄弟们 还有很多时间 你看这紫色 无一不不如的一种高贵 而优雅的气息 以后啊 谁再说啊 玩狂铁投铁呀 你就会来急 这不是很帅吗 我的宝 兄弟们 你们都换了什么活动 专属秘分呢 还在评论区告诉我吧